其實香港有老人院已經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但是我們的社會在進步 日生如意各方面的事情 我個人很希望有一間新的院舍 可以將一些在院舍經營 運作上的一些理念可以發揮出來 我們希望有一間院是可以與時並進的 而且可以人性化地照顧到老人家的需要 我想不同的地方可能有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硬件 它很闊落、很大、很乾淨、很新穎 我覺得這是我們刻意希望做到的事情 因為很多老人院給人一種很普遍的院舍的感覺 但是我們希望擺脫那種感覺 令人不覺得自己是老人院 這是第一,硬件 第二,服務 我們整個隊伍是比較年輕的 所以我們希望將一些新的思維和青春活力 帶入一些生活當中 其實當時每天在看新聞 看到一間、兩間、三間的院舍 不斷有些長者中招、確診 而且他們確診完之後 其實醫療各方面都跟不上 所以我們很自然的危機感就出現了 所以當下我的決定就是 我們要將自己全部的同事都搬進來住 所以當時都很幸運 我一群同事都願意支持我這個決定 大家真的搬進來住 我還記得當時我們晚上八九點鐘 街上都沒有人 我們有些時候才出來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住了好幾個月 直至到八月份我們都是零確診的 對於我個人來說 其實是沒有重要的比生命的 可能因為我個人 其實我也是在去年 疫情期間我家人過世的 所以我很明白生命的重要性 所以對於我來說 就是我認為我的first priority 就是盡全力去保住長者的生命 所以都現在看回 就覺得是當時的決定都是對的 而且都要多謝一群同事的支持 所以我們整個院社 在二月至八月是零確診 至今都是沒有一個老人家 因為COVID而離世的 所以我覺得都是挺豪華的一個地方 其實我們的院社是很大的 很闊落的 我們有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是計劃著做買位的 當中就是說 很多香港的院社可能會因為歷史的原因 比較舊 他們會擠迫一些 但是我們希望提供一個好一點的生活質素 給一些長者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朝著馬威院社這個方向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每個房間 那個空間都是比較充足的 整個院社的活動空間 大廳的方面都是比較空間的 令到我們長者可以住得舒服 我們去開展一些運動的時候 開展一些活動的時候 又可以有這樣的空間去做 因為其實香港都明白的 很多地方都是空間很窄 我們盡能力去做 我都覺得很好的 現在我們開始有不同的空間 可以去做一些不同的活動給長者 不會的 其實我們的收費和外面都沒有什麼分別 而且如果是一些家人 你真的有經濟困難的 其實都是可以跟我們商量的 我們都會因應你的情況 做出一些調整